剛剛吳董有特別引調 這個案子不是一個桃園市地方政府可以處理 這也要中央處理 可是鄭文燦知不知道 鄭文燦其實知道 而且鄭文燦不太知道 他還打包票說 國發會誰誰誰沒有問題 誰誰誰沒有問題 照樣講 以鄭文燦當成的問題 剛剛講 你今天連監聽鄭文燦 你剛剛監聽完第二天 鄭文燦的桌上 就已經有你的監聽一文 你今天所有檢調單位的一舉一動 鄭文燦撩弱直到 而且在七年之間 剛剛講到 所有檢調單位都要有動作 完全動不了鄭文燦分毫 中央能不能動 他當然能動 可是有趣就在這裡 他今天敢打這個包票 代表他有十足十足的把握 而且他也跟他們講說 你在中央的時候去找誰 沒有問題 最後踢到鐵板 後來我們去查 那個鐵板是誰 那個鐵板 竟然是賴清德 鄭文燦一直以為說 哎呀 我這麼大型 我哪有可能的 張力給你檢調修逃 但是我們就講 他根本不是張在檢調手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如同你講的 他是張在賴清德手上 各位我們把時間回推 賴清德就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是什麼 106年9月8號的時候 剛好這就是鄭文燦在搞事的時候 你看106年9月7號 這時候我差一天喔 鄭文燦說什麼 哎呀 我這個廖俊松 我們講這個主委 我們事情都請到好小好小 而且他誇誇海口 他怎麼誇 他說我跟你講 山坡地解編用重大借設 哎呀 這主委的 煩惱這個東西啦 剛才說台湊部沒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送 我們今天這個案件 就是要送進去 山坡地解編 而且講得很篤地 沒問題 對 那有沒有人反對 當然那一堆公務員聽到說 市長你確定嗎 你在講什麼 就說可是市長報告不對 這群農業區應該要按照區段徵收 換言之不可能讓他自行去變更嘛 對不對 而且這個審議要百分之代同意 理事長只取了七成而已 結果你知道鄭文燦說什麼 一小塊啦 九公頃 一小塊而已啦 九公頃而已啦 而且他說 廖東啊 你每次也要到三天 你要送什麼 你要去跟行政院講 我們基本上一定都會報的 但我們要過 來 關鍵話來了 我們買過很簡單的 這像什麼 保理哥說 他說像什麼你知道嗎 大人帶小孩 你就是小孩 我們是大人 我們是大人抱著這個小孩 把你抱過後而已啦 抱過河而已啦 我們可以幫你護送過去 對 換言之他是以大包小 所以鄭文燦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是有十如十把握的 對 而且他說九公頃很簡單沒問題 反正我們這邊華雅科本來就要處理 剛好帶你這個小朋友九公頃一起過去 他講說 我認為我們抱會過 我們也幫你講 你要去遊說 我再安排 他講我可以安排去行政院拜訪 對 這叫什麼 雙面溝通 換言之我這邊去幫你疏通 但另外與此同時 你自己也要去跟行政院 怕解救病 結果沒想到 他說只要用這個所謂的 國家重大建設 就帶救部了 但是鄭文燦搞砸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從這一刻開始搞砸了 這個部分都還是在桃園的部分 沒什麼問題 結果到了這個部分 到了中央 他說鄭文燦馬上經過這個 我們講施俊庭轉達誰 說同月的19號 去跟廖軍事來電說 我跟他說 國發會要處理好 國發會處理好 來來來 他說這個陳圈圈主委 我有跟他說 重大建設 他們核電 沒問題 行政幕僚 我主委都說過 他說他會到上面來看 但保底哥請問一下 這個陳叉叉是誰 誰 這就是陳美玲啊 所以他 他想一想 還講到 沒問題講兩次 沒問題 沒問題啦 知道啦 沒問題啦 他會幫忙審這個計劃 但我跟你講 就是這一刻變行的 因為這個人是陳美玲 陳美玲以前是代理什麼 台南市政府單位秘書長 陳美玲是誰的人 賴的人 賴清德 嫡妻中的嫡妻 結果你跑去說 哎呀主委 這事情也要我撤一下 陳美玲說 好沒問題沒問題 轉身你這電話拿起來打給誰 給賴清德 打給賴清德說 陳文灘要搞事情了 所以從這一刻起各位 說通了嘛 為什麼到後來這個案子胎死腹中 甚至這個案子盯了七年 而且最後也無期而終 包括國發委也沒有真的 去把這個案子給送過 而且當時的名字多好聽 你知道嗎 他這個案子叫做 亞洲矽谷計劃 對呀打造亞洲矽谷 我們的華亞原本是工業區對不對 不是我說的 要說謊 要說大謊 要說大謊要有真的有假的 而且謊說下去 要從頭到頭就不能停止 搞了半天大家都一樣 對而且鄭文灘到現在還沒停 對不對到現在還死不成了 要說謊要說大謊 亞洲矽谷計劃 各位嘛我們要打造整個亞洲信心園區 結果最後被人被誰給扛下來了 賴清德啊 所以賴清德事實上是從那個時刻 就已經盯上鄭文灘 根本沒打算放過他嘛 所以賴清德在行政程序上面 我把你擋掉了 讓你在中央過不了 中央過不了 你只能把那1100萬給退回去 這個時間 可是剛剛講 檢調單位就不是賴清德可以控制 檢調單位從頭到尾 都在我們的英明領導蔡英文的手上 結果蔡英文手上的時候你動不了 換了總統就可以動了 對 因為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我們講到剛剛所有的證據搜查 包括王俊麗在任內有沒有看到那些監聽文 有沒有拿到那些證據 有 大家是不幸好奇啊 六姓父子蠢成那樣子 為什麼當時王俊麗不把他們壓下來 我換王八姬了 然後不把他壓下來 怪嘛 王俊麗你怎麼解釋嘛 王八姬至少要叫你兒子也換一個王八姬 兩個王八姬才會安全 你只會王八姬去打一個被監聽的手機 還不是一個 是換王八姬之後把所有關係的人都打 所以今天全部都被壓起來 對不對 全部都被起訴了 多虧你是個大天才 結果王俊麗不辦 那沒關係 現在辦了嘛 而且他們你知道嗎 撿到多麼細膩 他就連當時到底 鄭文燦怎麼串貢的也沒有放過你 因為他們當時就很好奇嘛 施駿廷這傢伙怎麼會有這些消息 結果後來發現你知道是誰嗎 伯爵哥 竟然是這個 尤俊麗律師 也就是我們講的三大律師的其中之一 尤俊麗洩密的 他把這個東西弄得清清楚楚 包括你尤律師 包括你施個我們講的施燕廷 全部兩個人都串起來 他說你就是傳這個給他看啊 而且裡面呢寫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跟你講各位這裡有個貓膩 你知道貓膩在哪裡嗎 因為他說他把這個尤俊麗 所謂的積壓的申請書 以及呢相關的我們講理由書 偷出來 不知道怎麼樣誰交給他 他拿出來之後呢 丟給了這個施燕廷 最後呢才讓鄭文燦去穿空 那保證你給我問一下 他這個只有這樣子嗎 不是欸 他連你的Q 連你的A 這個東西檢察官是不會白紙黑字寫下來的喔 我要問你鄭文燦什麼 我要處理你什麼 我要怎麼辦案 所以換言之當他們現在把所有的罪狀 丟給了這個尤律師 但我就問難道檢調裡面沒有問題嗎 恐怕是下一階段會偵查的對象 逸鵬 我今天看到了桃園地檢署的請書書 我眼珠都快掉下來 欸這個案子真的 已經搜索了七年 這七年裡面你鄭文燦跟人家用電話 你今天跟人家跑到了所謂的牛排館去吃飯 你今天告訴人家說這個誰已經被洩密了 甚至你連這個鈔票怎麼捆的 檢調單位都知道 對鄭文燦這一天來 今天來講的話他被起訴了 起訴的話 仲處 求處重刑啊 十二年 為什麼可以求處到十二年 因為六年來 七年來 所有的辦案細節 清清楚楚 包括你錢怎麼進去 你最後錢怎麼還的 所有的東西都被掌握了清清楚楚 而且呢 你的監聽藝文 誰拿去給你看的 這個還要另外 另案來偵辦 所以呢 你想想看這些東西都有的情況之下的話 對鄭文燦來講 求處十二年可能只是剛剛開始 只是剛開始 因為在搜索的時候呢 發現他的家裡面還有暗櫃 暗櫃裡面還有錢 錢那還捆成這個樣子 你把它拍下來 這個就在鄭文燦的臥室裡面 臥室旁邊有一個小櫃子 櫃子打開了以後 有兩個保溫袋 保溫袋裡面都是錢 這個導播看啊 都是一千一千的現倉 而且都是剛從銀行裡面 十萬十萬的捆在一起 十萬十萬的捆在一起 你剛才講到 總共六百七十八萬五千元 這筆錢跟這個案子是沒有關係的 對 這個錢從哪來的 對 之前土地一邊那個案子 五百萬加上六百萬的政治現金 他已經退回去了 所以一千一百萬已經退還給人家了 在鄭文燦的家裡面 竟然還可以收到六百七十八萬五千元 而且捆得剛剛好 所以這個案子還要另案偵辦 然後剛剛我們講的 連監聽一文誰拿給他的 也要另案偵辦 我們看到桃園地權署 你看裡面的文字 殺氣騰騰 怎麼樣殺氣騰騰 將國家土地開發的全民利益 坐享為私人金庫 有辱官僧 惡性慎重 而且他說你搜索花用金一年後 得知我知道你們被監聽了 不得以返還匯款 用此來狡辯 而且你還多少錢 我覺得這最妙 他跟你講 他收了五百萬的匯款 結果中間另外有六百萬的 這個政治現金 他嚇到這五百萬 跟我可以合法收的政治現金 一千一百萬 一次的退回去 對 一次的退回去 可是他退回去的這一次呢 其實就是他這一次的致命的關鍵 他被逮到了 他被逮到了 他當初錢送進去的時候呢 這群人沒有犯罪經驗 送進去之前呢 竟然去解定存 黑錢你要準備好黑錢的啦 兄弟啊你要先準備好黑錢 不管你要去黑錢人家 還是你要去交保 他們沒有 平常沒有準備 那要送錢的怎麼辦呢 趕快去解定存 慧珍剛剛特別提到 有錢人有錢很難 但是有錢人要學會 花錢更難 你一個二百五 你要去送錢給人家 居然去解定存 對 那解定存的錢 跟你去匯給人家的錢 一模一樣 對 你去解了定存 而且他解的是人民幣的定存 然後呢才換成台幣 然後呢送進去的時候 已經被拍照被拍出來了 而且呢他在銀行點的時候呢 已經被拍到了 你知道多精細嗎 因為銀行你弄出來之後呢 他用九分子 什麼叫九分子 就是呢 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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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大就是十萬 十萬 銀行會用什麼 用紙來轉轉轉轉轉轉轉起來 然後呢把他送進去之後呢 後來呢竟然有一個 應該是本案的一個同仁 然後呢他把這個監聽藝文 打成竹字稿 特地跑去跟市長邀功說 齊天我跟妳講喔 你被監聽了 拿幾支電話 藝文給他看 看完之後 嚇了一大跳 五百萬 趕快退回去 然後呢加上六百萬的政治現金 一起把他丟回去 可是這段畫面也被拍下來了 前面不是用九分子嗎 那是銀行的點鈔的 轉完之後呢 一捆就是 就是一百萬 對就是十萬 然後呢把他蓋章之後呢 送進去 可是拿出來之後呢 變橡皮已經捆了 所以呢 你現在來說的話 趙文昌告訴大家說 他當天來到我的官邸裡面 放在泡茶機的茶機下面 可是呢那個東西放了一年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就還給他 可是檢查會告訴你說 欸 紙不一樣了喔 當初你錢進來的話呢 他是用九分子 你黃回去的話變橡皮筋 一個紙如何變成橡膠 你要怎麼解釋 解釋不出來 所以呢 完完全全的就被抓到了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五百萬 放到一個黑色的塑膠袋裡面 袋裡面 那個五百萬 是五公斤 對 我現在才知道 五百萬是五公斤 其實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make-up 這就是檢察官有沒有辦案的決心 檢察官要不要你死 這次來講的話你可以看出桃園遞檢數 就是要鄭文燦的死 因為你在當年來講的話 你沒有衝進去扣這個錢 其實後面很難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貪污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錢跟現場 你看喔 現場已經沒了 錢已經變了 很難去弄 可是呢這個檢察官就把他寫到巨細名移 用旁證堆疊起來 告訴大家五百萬只要放在一個女性的小袋子裡面就好 可是呢他的重量大概5.35公斤 5.35公斤 對 所以呢他算出來給你看之後呢 告訴你說你根本就是逃不掉 如果我今天要放過鄭文燦的話 我在寫書書裡面就寫說有送進去 然後呢還有環 這個時候你就有空間 有空間你到法院的時候就扯 欸那什麼東西 我根本不知道 對 可是呢當你把九分子跟那個橡皮筋 把它給定位之後 還加上5.35公斤 而且他特別是問鄭文燦說 你有沒有碰到這個塑膠袋 我有 我根本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然後他就知道 你知道那個塑膠袋500萬多少錢嗎 5.35公斤 我讓你拿一個5.35公斤的東西 這麼重的東西你會不知道 對 你會不會不知道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所有的東西都把它弄了下去 可是這個案子裡面有太多有juicy的事情了 你知道嗎 有人竟然把這個監聽議員拿給鄭文燦 鄭文燦就去跟這個廖俊中 就是料姓父子的爸爸 講說你不要大嘴巴 你拿去 你竟然被人家監聽了 可是他說你爸爸太大嘴巴了 對 結果他們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 他竟然只換了SIM卡 沒有換手機 然後呢 換了SIM卡之後呢 告訴打給大家說 各位兄弟 我這一支是乾淨的 以後來打這一支 把這支電話給記下來 等等等等 換SIM卡沒用 沒有 你再換手機 對 所以別人跟他講說 你的手機被監聽了 他有沒有做處理 他有處理 他把SIM卡換到另外一家的 這個所謂的電信公司 他以為已經CLEAN了 然後呢 跟大張起鼓的告訴大家 安全了啦 對 結果你又給檢調更多資料了 你這個東西來講就是滅證 然後呢 檢調也在監聽的意思說 各位兄弟 我們又有一支要重新掛線 然後就掛上去了 然後掛上去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 哎呦沒事了沒事了 可是你知道嗎 從他們去送錢 到最後把錢退回來 真的是一塌糊塗 你沒有看過這麼笨的 很笨嗎 因為大家不知道怎麼送錢 所以呢 前面我們講的解定存 解定存之後呢 進來一個行錢會議 我們待會兒怎麼樣 然後你兒子你要負責拿 然後呢 我負責開口 然後怎麼樣 然後送進去之後呢 兩個人像是貓抓老鼠一樣 小心翼翼 也不敢講話 在棍裡面把錢放好之後呢 比了比 5-8 用口是叫做5-8 然後呢 就離開了 知道啦 然後出去之後呢 其實你不能有任何的通聯 出去之後 我們跟你們講 廖俊宋跟他兒子 負責去送錢嗎 媽媽負責當會計 還打電話說 哎 你們錢有送夠嗎 然後呢 還說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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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再講 媽媽還追問 我跟他檢驗的嚇死 就是說 你們錢 是怎麼送的 我覺得這好像是 他媽媽 等於說 他媽媽就是 姓黃 新細廖的工作 就在當晚的11點13分 打電話給廖 你付鄭文燦的 管理的狀況 說 五百 真的有收 是怎麼給他 是直接給他 他就說 有了 塞在那 他的肚子 他說 可能是他的潛規則是這樣的 對啦 對啦 就是進去以後 錢也不要亂講話 錢就放在某個桌子的底下 對 然後呢 竟然把所有的這個犯罪的筆錄 自己坦承給檢調人員監聽 今天聽到這一段 真的是傻眼耶 你怎麼放的 他有沒有說 塞在桌子底下 可能就是他們的潛規則 你從頭到尾 所有的時序 所有的金流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都被掌握了 被掌握完之後呢 這些笨蛋們 真的要講笨蛋 竟然還被人家騙錢 騙錢 因為這個 任文燦呢 跟廖俊松的兒子 廖麗庭說 你爸爸嘴巴很大 到處亂講話 他被監聽了 廖俊松知道之後呢 趕快去換了那個SIM卡 換了SIM卡之後很害怕 去找了一個前司法官 他是主任檢察官 退下來的律師 律師竟然騙他錢 騙他錢 說監聽可以處理掉 你先給我10萬的訂金 後卸再加20萬 我就把你的監聽議員 給處理掉 有沒有處理 沒有 沒有處理 然後所有的事情都被知道 那被知道之後呢 你看到 所以就是因為那個律師 告訴你安全 他沒事情 我給你打包票 他後面就囂張起來了 然後大家沒有想到 怎麼會有人 這群人這麼笨 然後後面更有趣的事情發生 鄭文燦知道說 這一群笨蛋交不會 要跟他們遠離了 就還錢 對 我還錢總可以了吧 結果沒想到 廖俊松竟然去找到他的助理 然後呢 就看他說 哎呦 這個鄭文燦什麼時候要去哪裡 結果有一天晚上 當9點36分的時候 鄭文燦離開關底 去他一個朋友 在桃園的一個住家 你知道嗎 廖俊松竟然去賭人 竟然跑去他朋友的住家裡面 然後呢 市場市場 我們這個事情該怎麼辦 從那一次之後 鄭文燦就已經下定決心了 你知道 不跟倒霉鬼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但來不及了 對 來不及了 可是前面從給錢到退錢 所有東西都被弄下來之後呢 沒有想到 竟然過了這麼久之後 開花了 不只是這一件 其他這一件 包括警調人員 把這個案件給他看的一文 然後呢 還有其他的洩密 全部都要一起辦到完 而且我看到這一段 我真是把我笑剝肚皮 他怎樣忙 他說鄭文燦 其實鄭文燦非常小心 而且我剛剛講到 你今天的監聽一文 被知道了以後 鄭文燦馬上就有那個現場的監聽一文 他馬上就跟廖宇 廖宇的兒子講說 你這個你爸爸大嘴巴 你知道嗎 他說 他就跟他講 你爸爸到處亂講話 你他被監聽了 他就緊張到 趕快回去告訴我 你被監聽了 他爸爸知道被監聽了以後 趕快幹嘛 用他的同居人申請的 把丟到 去買一個 也厲害喔 他其實用一個不記名的預付卡 他想說 我這個不記名的預付卡 就是王八雞 我這個王八雞 你總是抓不到我吧 結果他就用這個王八雞 趕快打電話給他兒子說 我這個是乾淨的電話了 你趕快記起來 那你兒子沒有乾淨啊 你乾淨沒有啊 那你這次電話 打給你兒子 告訴他 我這次電話是乾淨的 可是你兒子已經被監聽了 那你兒子被監聽了以後 你這個王八雞去 打給你兒子 你這個王八雞 就被監聽了 對啊 所以這群人真的不知道在乾淨 我沒有一點 他看了以後 我笑死了 沒有一點犯罪的經驗 不是 而且更好笑 他還想說 打電話給誰 他說 爸對國家的負責很大了 親愛的來聽聽 我爸爸的電話 在暖男的 他聽了以後就要處理掉 他說我換了一支手機 然後你幹嘛 他就開始 到處講說 你要趕快去買三張 一百塊的IC卡 我這次電話 他就開始到處去 打電話 結果 所有關係人 我本來還不知道 有哪些關係人 你就是這樣的打電話 我就知道有哪些關係人 對 原本他們前面都是單線 就是因為換了手機 要打電話通知大家 各位兄弟 我這一支信電話 大家拿筆抄起來 所有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中了 鄭文燦竟然會因為這五百萬 因為這個笨蛋父子 全部都中 然後這個案子 其實辦到一半 有非常非常的曲折離奇 原本大家都知道 他污汁罪條例 十年以上 大家嘴巴都很緊 你知道廖俊聰被誰出賣的嗎 被誰的賣 被他兒子 他兒子第一個舉手 我可不可以轉五點證人 所以他兒子 可以獲得緩刑 然後弄了自己的爸爸 我又看到他講那句話 這亂來 爸爸對國家貢獻這麼大 結果竟然被兒子給出賣了 而且剛才講的 現在鄭文燦 不是被起訴嗎 照理講你起訴就已經 偵察中間 偵察中間你應該放出來啊 沒有 不放 不放因為今天搞不好的 真的已經在7月29號 居然衝進去了 之前說我已經申請五次 都被擋掉 擋掉以後 在7月29號居然進去了 進去以後剛才講 這些錢又有案外案 剛才講這些錢 跟之前的沒有關 那你這些錢怎麼來的 難道還有別的事情 這一定是別的事情 因為這些錢 跟本案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你基本上 你至少就卡到了 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一個前市長 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然後這是最可怕的 就是傳說中的 一票完到底 什麼意思 我這五百萬的土地變更 你可能因為這個案子被羈押嘛 對不對 現在還關在裡面 然後起訴之後的換押 可是如果你這個案子辦一辦 你這六百多萬的案子 又起訴的話 那可能你就永遠永遠出不來了 好 武總 剛才講 今天我看了整個細節以後 才知道偶然來檢調辦案 這麼樣的細膩 檢調辦案 這麼樣的 等於說巨星迷 你剛才講 你在什麼時間 你在華國飯店的帝國牛排 你有哪些人參加 包括你在這個 彩排神旺飯店裡面的 博朗西餐廳裡面 有哪些人參加 而且你在參加的過程裡面 你跟誰講的話 而且甚至 你就拿牛皮紙袋進去裡面 你這個錢是怎麼捆的 一開始是剛剛講九分子 然後十萬一捆一捆 那大家標準作業 回來了以後 大概是五百萬 又一個橡皮筋 把它給捆起來 因為檢調單位都知道 對 因為檢調基本查案 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最麻煩的就是吃飯 因為吃飯的話會刷卡 刷卡就倒行 就是到頭去追蹤就知道了 那刷卡有哪些人 馬上一個人破除 全部都破掉 第二個就是掛線 他掛線一掛 掛個半年 這是你掛七年的案子 什麼東西都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個觀點 比較荒謬在哪裡 你知道嗎 比較荒謬 其實講的是鄭文燦 因為鄭文燦的這個案子是什麼 它是個土地開發案 這個土地開發案 原來的地方 就叫做華雅工業園區 當時我在台開服務的時候 它的經營不散 曾經想找我們來接盤 我去過這個工業園 在觀音鄉 它有好幾個地方 因為那邊靠海嘛 所以這個靠海本身有海風 鹽分高 所以它賣得不好 因為它本身台塑有一個專門 叫做土開的 負責土地開發的一個單位 那時候楊兆林不是 楊兆林的話 就當了總經理好像 對啊 總管理處的 後來 那是後來 我想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們都沒有這個經驗 那這一塊地 我們這個土地開發叫什麼呢 叫做瀕臨的 就是瀕臨的 這個靠邊上的 接上工業區旁邊的 9.9公頃的一塊籠地 為什麼9.9公頃呢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10公頃以上 你知道 它就10公頃以下 叫做小型工業區開發 它的審查的權責 尤其是環評的權責 在地方政府 在地方政府 而且不要二階段 就是到 他們挑的這個9.9公頃 也是故意的 因為它是買來的嘛 10公頃以下 第一個就開始 有計劃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再搭上什麼呢 因為華雅在開這個 工業園區的時候 它沒有這個住宅區 我們一般在開發工業區的時候 又保留10%的住宅區 10%的商業區 我們在一般的 我們名稱不叫商業區了 所以它就要搭上華雅 這個10% 這個住宅區的這個quota 沒有用掉 然後這個事情的荒謬在哪裡 你知道嗎 它完全不合法 你知道嗎 因為權力太大了 它居然把一個土地開發 從農業區 要變更成什麼你知道嗎 變更成住宅區啊 開玩笑啊 農業地 那個買大概幾千塊一瓶 幾千塊一瓶 幾百塊幾千塊的東西啊 它變成住宅區 你知道一瓶多少錢嗎 五六十萬啊 土地啊 我現在講 這個是一個 所以那個檢察官算出來 他利益是二十四億多了 按照我們算的話 現在當下利益的話 超過百億的 對 要超過一百億以上的利益 所以他不是送五百萬的解決 可是我說 鄭文燦怎麼糊塗到這種案子 因為他第一次送內政部都委會 被退了嘛 就不能過嘛 這個完全不合法 完全法律都不足嘛 沒有這個條件的一個案子 然後鄭文燦今天幫他怎麼幹你知道吧 再幹第二次 用國家重大經濟建設 這太離譜了嘛 我要講的是 鄭文燦太沒有法律觀念了嘛 這個不可能通過的事情嘛 到行政院以後 你這個怎麼叫一個農業區 農業地九點九公頃 說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講一公頃三千坪嘛 這叫十公頃三萬坪啊 三萬坪的一個農業地 變成一個住宅地 這個能夠變成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嗎 這個行政院要通過的話 也很離譜啊 鄭文燦就幫他硬幹嘛 硬幹是什麼結果 中央哪那麼簡單 內政部內政人傻瓜 就退回內政部再審 再退建 所以退錢還有一個原因 是退建 做不下去了 這件是被沒有通過的案子 所以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土地開發 失敗的案件 然後貪污也是一個失敗案件 可是已遜 你的行為是已遂的嘛 因為你行為成功嘛 對 所以一個是行為 一個是收費 這個行為已經完成了嘛 所以它 剛剛 它基本本刑啊 其實跟高宏安的本刑一樣 七年 這七年本刑 七年本刑判到十二年 重刑 這個很重 再加了五年上去了嘛 對 加了五年很簡單嘛 就是放後態度惡劣嘛 就是鄭文燦到現在不承認嘛 承認就完了嘛 承認的話 這七年你要關到滿了 對不對 所以鄭文燦不可能承認這個事情 鄭文燦一輩子聰明啊 他當然快相信八年的土地 這個地方首長 對這個土地變更 尤其這個農業地要變成住宅區 匪夷所思的案子 根本不可能 這是高難度的事情 一般的首長不會碰這種東西的 因為我剛才我解釋完了嘛 超過你的權責以外 你要跟中央申請 他還幫他中央報 中央報要退見 退見然後退錢 亂七八糟 鄭文燦的頭腦 在做首長做領導 最把令之曲解跟不理解 然後這種行為之散漫 甚至於說去收款 這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好 輝晨 在這邊有個關心的人物 就是楊兆麗 我們在講 他是以前在台塑集團 呼風喚雨 是二人之下 萬人之上 他做什麼 王永慶和王永在兄弟之下 他說了算 而且所有台塑的政商關係 都是由他處理 白想說你這麼樣的老江湖 這麼樣的老經驗 你怎麼可能跌一跤 好了 大家碰到一個二百五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了 剛才講 以前五百萬的現金 用牛皮紙袋 每十萬一扎九分子 那我覺得這個更不要是 人家跟他講說 你沒有問題 我把你清掉了 結果他說我去買了一個王八戟 王八戟到處打 因為他說 我這次電話是乾淨的 你不是每一個人都被監聽 你以後這個王八戟就被監聽了嗎 然後你再透過你這個王八戟 把所有人都供出來 王兆麗 楊兆麗 就這樣子 縱橫一試 居然跌在這裡跌交 事實上我稍微看了一下 那個起訴相關的內容 因為據說起訴書 長達快十萬字 但是比較多的內容 是focus在料性父子 他們之間一些 老天爺 這就是回到我上個小時講的 花錢 尤其是這種不是很乾淨的錢 你要怎麼花 你要怎麼弄 是要有學問的 那你剛提到楊兆麟 他都是台塞集團對外的門面 對啊 那怎麼會 因為他是門面歸門面 這under table的事情 不是他去處理的啦 所以這就是沒到所在 那我們都知道台塞集團過往啊 他其實在政商很多的方面 應該說在比較遠古的時候 很多的這一種檯面下 政商關係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下面人在處理 這些下面人我跟你講厲害 因為在2006年台塞集團就王詠卿這個次代輪替之後 王詠卿推到幕後之後 這些這一批人就我所知也都離開了 就是說我們是老頭雞 對 老頭雞 那老頭雞 這個尤其是他自己後來2008年辭世之後 這些人也都離開了 所以當你的這一些 處理這些事情的能人都離開之後 這個就變成你沒有辦法再處理這些事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 就我跟你講我跑財錯了10年 他們老一輩的 所有的這些政商人脈 還有這些手樓油的這些 二代都不知道 他們因為二代很年輕 就把他們送去國外 所以所有的事情 而且他們是單線管理 單線管理是什麼 土地有專門人的負責 政治有專門人負責 誰都有專門人負責 他們上面都是直對王詠卿 所以沒有什麼打電話換手機 某一種事情啦 還有律師告訴你 我會幫你給清調監梯 對 然後呢 我跟你講包括楊兆林 包括那個覺得侯姓的另外一個副總 他們兩個都是總管理處的 總管理處的工作 就是紙份工作 紙份工作都是對老逃... 但是真的這種霞灰書 真的是要去 這種下面的事情 不是他們兩個出力啦 所以你就會發現 就我看了整個 從頭到尾的犯罪事蹟 好像就是出錢 出錢找得不是很適任的笨蛋 然後去處理這些不是很好的勾當 就到最后就惹了一切麻烦 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之后 你刚刚讲的 高举的改革的大旗 他要素摊 他要扫黑 刚刚讲的 我要扫黑 我要素摊 我要反仗 结果没有想到 大家本来见识到说 会有一个血流成汉的场面 没有想到 现在是血流成汉 之前这样子对付郑文赛 刚刚讲 郑文赛你将他1200万交保 照理讲他的政治生命 已经没有了 1200万不够 我就一定要把你给收押禁建 而这个收押禁建 是经过非常强的政治角力 结果郑文赛被收押禁建之后 你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画上一个据点 这件事应该了了 没有 今天更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 在桃园 郑文赛有一个子弟兵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 每次张兆良出来选举 郑文赛一定帮他站台 不但帮他站台 你什么时候 看到一个议员选举 蔡总统 一个议员选举 蔡总统帮你站台 这没有郑文赛的权力加持 他怎么可能 结果 今天桃园市议员 这个被认为 是郑文赛的子弟兵 今天竟然一个官署案 一个伪建官署案 兵分拾入搜索 而且现在我们得到的资料是 这个官署案发生在什么时候 竟然就发生在 郑文赛在当市长任内的时候 难道现在还要继续顺藤摸瓜 难道现在还要继续追杀 难道郑文赛 没有因为他收押禁建 而就跟你说 这个画上据点 难道又是一个 心风血雨的开始 保德哥 我只能说太臭残了 臭残了 马总统帮你那臭残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讲血流 我成长说对 照我看来是讲什么 郑文赛基本上已经被割紧了 就割紧之后 他还没办法 他像吊鸡一样 你知道吗 把他拉起来放鸡血 放到你肝为止 所以原本我们讲张兆良这个人 是郑文赛的子弟兵 但你知道他倒霉是倒霉在哪里 第一 他跟郑文赛 刚好在他市长任内 所以会不会是杠上开花 等于说检调在监听的时候 刚好有听到这个消息 所以也把这件事情 一并也办了 再第二件事情 这个张兆良 好死不死 你知道他最近干了一件 最不应该干的事 干的 我们刚刚看到 蔡英文帮他聚台 现在不是聚台 他这扫街都聚中 一个议员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待遇 代表他是郑文赛 亲信中的亲信 而过去对他来讲 这个是极尽宠爱一生的礼遇 结果现在变成是 惹来杀身之窝的契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个议员 一个桃园市议员 检调如指关爱 兵分十路搜索 对因为你知道 蔡英文替他站在车 那个叫船风 各位 你有没有站过战车 很累 很累 所以你看张大人知道 他7月12号的时候 保险哥你知道 他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什么吗 他干嘛 他帮郑文赛送钱 真的假的 他帮郑文赛送钱 你就知道他们关系有多少 所以他到现在 还对郑文赛不离不弃 不但不离不弃 还去送钱 我导演想要吃泡麵 我导演想要吃得更好料的 我送那两千块 给他甘酥酥酥 让我们导演 让他比较舒服的 结果他就是送钱之后 结果大家原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结果隔没多久 马上就直接被逮捕 而且兵分十路 各位你知道他犯的是 什么最大二级的案件吗 什么最大二级 我跟你讲 因为他去关缩违建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议员关缩违建 不是很平常吗 对 你知道什么违建吗 他就是刚好 我们讲 桃园有一个违建 正在兴建当中 兴建这个违建 他就跑去跟相关主管 就说 不要把它列为A级违建 因为A级违建 保抉哥你知道什么吗 代表它是新盖的违建建 所以急报急拆 要排拆 或者你自行拆除 他说你不要把它用 因为他之后要租给便利商店 就这样这件事情 搞到检掉 兵分十路 而且带回五个涉案人 甚至还压了七个认 我想说 这件事情有什么复杂吗 所以他就关注一个店面 这个店面本来要租给便利商 他只是做了一些扩张 结果 兵分十路搜索 我都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 长那么大 但我更会讲正经的 理由很简单 因为相桩五件一再配空 刚刚保抉哥已经点破了 真正重要是因为 蔡英文跟张 对张照老也特别好 他是郑文燦子弟兵 所以保抉给我访问一件事情 你觉得这个兵分十路 真的是要查这个违建案吗 不然呢 但我问 如果说当时 他是在监听郑文燦的时候 杠上开花 逮到他这个 会不会只是一个名堂 只是一个名目 而抓张照老也讲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背后要指向 他的老大郑文燦 而指向他老大是要指谁 指向他老大的老大 叫做蔡英文 所以关键在这张照片 关键在这三个人 对嘛 关键在于说 蔡英文 赞文燦 给他贴命名 秀命名 而且各位 你说这只是偶然吧 当然不是 为什么 因为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小英 老男孩也出事情了 这谁 沈荣金 沈荣金 我们讲了 以前大家讲拼命三郎 因为他是公务系统 一路升上来的 很难想象说 他跟贪张王宝 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这被小英 不是拔着 第一个是 他直接让他当经济部长 当完经济部长之后 当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他现在也当 那个金融单位的高官了 对嘛 因为我们讲 沈荣金原本只是 和美业其中的一个手下 怎么会这样一路 变成我们讲的 行政院副院长 各位 这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结果他们现在提报说什么 当时在太阳能光电的时候 沈荣金用力非常深 关心非常深切 甚至讲说当时谷慎威 也是行政院的顾问 所以就跟沈荣金说 那个台南光电 洞太慢了 沈荣金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我来赶紧关切一下 甚至沈荣金本人 你知道干嘛吗 真的跑到台南去了 跑到台南去之后 开始关心这个案件 结果这个案件 包括立揚 包括五天 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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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了 比如我们讲的 小二甲这个案件 高达我们讲的 139件 就这样直接就过了 所以那时候后来 大家回去回去看 说发现不对啊 你96%都违法 而且刚刚讲到的 这篇文章对沈荣金来讲 是非常的恶意 刚刚讲这个小二甲 本来就是台南市政府的权责 台南市政府可以处理 可是他就硬要加上说 那是因为中央有人下来 中央有人下来 直接施压 甚至他就直接引诱 当事者的说法说 我们非常的愤怒 因为沈荣金来了之后 我们的压力就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了以后 我们这个案子 就等于说非过不可 保健哥这篇文章 当中有三个恶意 第一个恶意就是说 哎呀股胜威 还被陈凯玲抱怨 陈凯玲抱怨说 你股胜威 怎么找一个大 你把我打了 我都被我们上面市政府 盯个馒头包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 是因为沈荣金 害他们被迫要做违法的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他把灵文性咬出来 因为灵文性这个家 从来没有亮出版面过 他特别在哪里 其实他早就在起诉处里面 特别在于说 他是经济部的 因为沈荣金是经济部系统出身的 他是经济部 我们讲行政院的这种 光电阻组长 所以刻意就是要把他引导说 所以我们知道 小二甲这种偷改日期的方法 跟沈荣金的手下有关 第三个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说陈凯玲也跟沈荣金有关 他说陈凯玲怎么来的 他说陈凯玲是2016年 沈荣金的时候跑去欧洲 他去欧洲干嘛呢 就是要研考说 哎呀光电系统 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去发展 而当时陈凯玲也去 所以他们说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跟沈荣金有关 才被派到台南当进发局 所以就是很快的 这个案子已经赢过了很久的 居然今天突然丢出来 而且更奇怪 之前没有人提到沈荣金 就被点出来 那你讲究竟有担心 问题在的 今天郑文燦 今天沈荣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都是音细的 对没有错 所以各位 你们仔细看看 包括我们讲从郑文燦 当刚刚的这个张照良 甚至到我们的沈荣金 这个像是什么 共产党最喜欢的一个策略 叫做围点打员 你知道什么叫围点打员吗 就是我的真正目标 其实是蔡英文总统 但是我不能碰你 我不能碰你我干嘛呢 我把你困住 我开始把你的人也断掉 谁最有人 郑文燦最有人 我把你的钱也断掉 谁最有钱 光电最有钱 人跟钱更断掉 甚至我连你的子弟兵都不放过 我一刀一刀一刀切的时候 最后可以证明什么事情 证明你蔡英文 没有实质影响力 证明你蔡英文 已经不是老大 根本救不了 郑文燦也救不了 沈荣金也不救不了 你所有下面的徒子徒孙 你都救不了 你也碰不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任何一个权力结构里面 新的狮子王上台之后 对老狮子王只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放逐 一个就是杀戮 我绝对不容许 你在后面当我的背后铃 对 但放逐跟杀戮 各位你不要忘了 当新的狮子王 宰掉老的狮子王之后 他会做什么 把他的徒子徒孙 全部清剿殆尽 所以各位 只是顺序相反的 我先清剿 所以你说 只要不是我的血脉 只要是过去 老狮子王的血脉 我要杀戮尽 对 我连猪九竹 而且各位你仔细看来 为什么他说这个最可怕 因为原本我们一直在讲 台南光电 台南光电 跟沈隆金好像没什么关系 他就讲 不对哦 这个位照文书案呢 是中央也开绿灯 地方也开绿灯 而且是这个 灵文性经济部能源光电组的 灵文性呢 教导大家怎么样开绿灯 教导大家怎么样抽单 怎么样位照文书 怎么样规避 所谓的我们讲的黄昏条款 所以代表什么事情 他就是刻意要把这件事情 往音系身上带嘛 往沈隆金身上带 所以想想看各位 这只是一开始而已 如果后续接二连三的 包括跟蔡英文 只要沾得上一点边 或有关的人马 陆续重见弱马 那你想想看 对于原本音系的支持者而言 他们还敢提蔡英文吗 还是说赶快举双手投降 我宣誓效忠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所以了解 你最了解 现在情节是怎么样 要抬下去 抬下去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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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文猜 你已经收押境界了 收押境界已经够凄惨了 没有 现在你的子弟们张兆良 说一个官说 一个官说 近年 实陆搜索 抬下去这叫什么 这叫做 抬进三串 抬进三串 抬下去让你寸臭不留 人家家庭 鸟子猜到没饭吃 很恐怖 七月二日 董代表台会在选举 你们看 这是董代表 我一直在跟你说 在那里 抬进来 我们哪里要叫抬云产 抬云产 抬云产 还想要择戳风生 好 我就给你择 择择择 你说鸢牌 这都鸢牌 不要这样想 如果要说鸢牌 台南 台南市长也刀割鸢牌 离空 22年的三月正式刀割鸢牌 冬季市的卢青庭就跟店友做计合 所以才会叫市长起来 倒闭 你们都没记住了 我还记住 所以这整个包括 英美雄团卢青庭 最晚餐的就是说 我是一个老市长 对 我很疼心 今天台南市 香港是黑金的城市 民进党变成黑金的政党 你会记得吗 我记得 所以说 市长站开 对 你们都没自家说黑金 你们堆穿几股 没有台南市民都清潮 所以你们要去倒闭 他一直在跌 我今天 你也看说 这是一个议员 不过我原来 还要跟罗政党按赞 继续办 只要关上高级 对 老公总要办 台中帝 议员去 拜托公 一个围中靠山 我是比较少 因为知道叫我去说不好 好 台南市 大城市长 叫两个人去说保释的 所以要叫他 本来不需要听 你去就听了 对 议员有分 A有分 0 A0 A1 A2 一种就是 低减数 高减数 叫你听 那就要听了 一种A0 你知道吗 你现在四天 我叫你听 那都不用再说 那天王来 風帝来 说的没准 都要听 他这就是卡在这 有收钱没收钱 所以他才会 十六所送 对 是民外国 你一个就走不去 所以这不是只要 挖街地文餐 挖街地文餐 旁边的派架 整个派架 我跟你说 他也没在七月利益 你啦 当款定义一尊 过半就对了 我不管 就是说 文餐都关起来 他收押境界 人家说 他真实生命已经没了 你还要这样的 赶尽杀绝 你什么叫做 座庭 尾压 割成千里之花 你不知道人家座 在这里在关 可以遥控外面 够的方法遥控 我 这你 要问我 真的可以遥控 庭文餐不单是在 投行做两人的市场 对 他就是行政的副院 对 我们这里感到的 系统上贯 来进步 行政一贯 对不对 法无保管 法无法无 对不对 整个行政系统 你看 我一直跟你说 你都没记得 我说这五年来庭文餐和所情 像安排很多人在国保门里面 他要斩草除根 台南一个局长 庭文餐推荐 我去台南市做警察局长 我跟你说 没多久发生事情 就随着召走回来 台南市 那就是 白民的 白民就是 他是庭文餐的人 这样 防卫者不能航空 就要让他进去 所以他的手 可以升到台南里面 才会没有 冬季市的座右围 不然发生什么 那个母帖里面 开一个穿 这样而已 局长办起来 有人这样喔 对 你如果要全台湾 六桌去比比 开几千的都没完 台南市 开一千 就这样完下去 所以才会 六当完六的嘛 六当完六的 警察局长 所以你说小二夹 这上用的 这就是 现在这个市长的 林来 手啊 破形六丹盘 这个城凯林 小的 然后 这叫做化整为林 整个阴昧雄团 对北中央到地方 全部一丢零 所以你如果要再说 六千里 说油插 他会收起 他会靠电话来 这个节目给你 我没骗你 他就说郭再青的路照 我陪他没食材 对 你们大家都说 我陪他有食材 这点我坦白说 他六千里有杰辟 我们实在说 这点 这点不用他怀疑 我看他那么多年了 他也知道他在 头台路照 你说他要陪他 他绝对不 有记民对吗 一定有 因为你做市长 挑战做主委 市长部的主委 骗车贵的主委 是你们民进党的中纪委 保证民进党的中纪委 有杰吗 有杰 算不算有杰 我得选拟 董基石做 台南市长部的主委 他选择 你跟我说不清楚 没怪人也不相信 但我只相信 全台湾你们在说这个 我相信 他不会因为这样 去庭贵贵 这我们坦白说 但是你带这个下去 像那些 台自己的要赚 赚 不要太赚 你这样让人说 你做没情 不过 没问题 你带 什么政党 看上去 一个一个 都要给他 好 所以会者 刚讲的 这个人刚讲 张兆良我真的不太熟悉 他是等于说 他在整个桃园是大议员 他后来选个选举 跟吕玉玲只差一点 只差一%的选票 他在桃园是有地方势力的 结果你现在要挖给连根爬起 那大家也不觉得说 真的 所有郑文灿的力量 要一个不留吗 是 大家很多人会想到说 到底赖清德跟郑文灿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感觉上 好像郑文灿 五百万 今天那个杨文科 光是一个处长 都一千四百多万了 杨文科从头到尾 都没有被生涯 所以你就想到 他讲那个获利是2.5亿耶 对 所以人家想说到底 郑文灿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 司法 台湾的司法 可能是不容任何人所指挥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确实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点余量情节 怎么说呢 郑文灿 你看 他是我们 2019年的时候 当台湾旅行法正式生效之后 他是第一个走进去白宫的台湾官员 在2019年的3月6号 甚至这张照片 AIT还帮忙分享 所以你知道吗 你说郑文灿 不是说我的地方关系非常好 不是说我一个桃园市长 我居然可以手伸到台南市去 他居然跟美国的关系也有 是 而且这张照片 他那时候都整个 我记得是比较晚弄出来 所以有人就讲说 天哪 郑文灿竟然就这样进去了 而且就弄出了这张照片 非常低调的 但是却帮大家留下了一个历史 在此之前已经不知道多久 台湾官员是根本没有办法走到白宫去的 而且他不只去白宫 他还去国防部 他还去国务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AIT还帮他分享这张照片 所以为什么 我们再补充一下 美国最相信谁 美国最相信蔡英文 那为什么美国相信蔡英文 因为美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 美国的优先为优先 他一切以美国为主 所以美国喜欢他 那美国如果喜欢蔡英文 他当然会喜欢他的接班人 我跟你讲 不只是这样 而是郑文灿自己本身也非常懂得 经营这个美国商会的关系 我刚稍微爬梳了一样 他从2021年3月10号 2022年的9月10号 他几乎每一年都会跟美国商会 欧洲商会 然后一大堆商会 进行相关的会晤 他不是一个地方首长 他不是一个地方首长而已 而且我跟你讲 包括美商应用材料公司 包括思科 包括奇艺 然后甚至包括美光 全部都是在那个 郑文灿在当桃园市长的时候 帮他把他招商引资引来的 我们才讲到 林口跟龟山 那是台湾最重要的AI园区 你刚刚讲的这个应材 包括了美光这些 他在这个桃园 刚刚讲龟山到林口之间 他都有设厂 那都是郑文灿把他们找地的 当时找地 当时需要什么 排除万难 郑文灿甚至在这个相关 你看每一年 他都跟他们这商会的人合照 每一年 郑文灿甚至跟他们讲说 只要你们想要来我们这边投资 马上美国品牌 桃园制造 他这样喊出来 还讲到说我们桃园 就是台湾的第一个门面 所以你们要投资首选桃园 然后呢他甚至因为很多 包括很多商会的人 包括很多公司的外商 都住在桃园 你知道他还做一件事情 我真是佩服他 他把Costco也找来 而且全台湾最大的Costco 这个卖场就是弄在桃园 所以你知道他是从 十一住行 娱乐 真的是帮这些 所谓的美商店 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 所以换句话说 他跟美国的这些美商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除了刚刚讲到 他2019年 是台湾旅行法 第一个走进白宫的台湾官员之外 甚至在2023年的11月6号 美光他们在台中 这个部分 他们一个台中厂的落成 你知道郑文燦 当时带谁去吗 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一起去那个美光的厂合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现在刷他们很恐怖 不管去哪里 刷都刷谁 手把手都在刷郑文燦 而且旁边是谁 是AIT之前的孙小雅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说 大家说 可能是不是郑文燦跟蓝清德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情节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郑文燦 你如果是蓝清德 你看到这个情面 这个场面 你会怕吗 他可能会觉得说 不对啊 怎么会感觉上 好像已经有人慢慢的 帮郑文燦 铺下了踏上总统府之路 你在台湾有人有人 要有钱有钱 你不知道不是 店有人有钱 你现在美国也有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不是只有在台湾这部分 是有很多财团 或者很多商界的心 连美国商会 都认识他 所以你就说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余良情结疑 难怪非死不可 对 另外一个东西 我个人是认为 郑文燦 某一种程度上 他也可能到后期 比较不懂得去藏 比较不懂得去收 就是说有一些场合 比如说像蔡英文 他会认为 你跟美国非常熟 所以你是用行政院 副院长的情况之下 到台中这个场合 我也让你来 可是如果你郑文燦 你懂得要去藏的话 你应该要推掉 为什么 你就应该要说 有院长去 应该要有院长去 你要懂得把自己的光环 给藏掉 你才不会遭到人家 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 那不是讲 我们行政院长 根本都他在做的啊 那不是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到后来会有 惹祸上升一个情况 所以伟汉 刚才讲到的 这条沙赫沙赫沙赫沙 写流程 到底要杀到什么程度 本来以为说 郑文在收纳境界 就已经结束了 没有想到今天他在桃园 最信任 最熟悉的子弟兵 他的这个桃园 县议员 张照良居然 十路埋伏 十面埋伏 开始追击 好 我今天跟大家讲三个人 一个是张照良 一个是郑文燦 一个就是赖清德 先讲张照良 简单讲 因为他现在目前案子 正在调查嘛 他是龙潭地区民进党 最强的议员 他的得票是25% 选议员 拿到25% 比其他另外四个 国民党议员都高 而且龙潭就只有他 一个民进党议员 那所以他跟郑文燦 以前当市长的时候 是完美的这个结合 龙潭很蓝 龙潭有很多眷称 龙潭这个眷称居然 居然可以拿这么多票 今天是7月17号 对不对 目前张照良正在被约谈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画面 这个不是资料画面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今天早上在这里 他跟张善政还有李玉玲 还一起去剪彩 就在这里 这今天早上的照片 早上还在剪彩 晚上已经约谈 明天不知道还要去哪里 会不会就直接被 又要羁押了 所以张照良 他是一步错 步步错 他今天当一个议员 很多违建会有来官说的 观众朋友 官说其实基本上 没有对价 也没有拿钱 那个叫做选民服务 很少听到议员去关心 这个违建事件 变成官说 还要被约谈的 所以可能他有被监听 可能他有对价 他可能他有相关的这些金流 好那观众朋友先不管 因为张照良跟郑文灿是好朋友 他们又是这个互相的关系 连蔡英文都可以被郑文灿叫来 去帮张照良站台 所以这个都不用多讲了 那可是 你全台湾有多少个议员 你这个有多么忙碌 我怎么可能一个总统之阵 而且刚刚讲到 我跑过很多次选举 我感觉到什么最累 站在那个上面最累的 所以郑文灿 那个最累的 所以重点在这里 兄哥在这里 兄弟兄哥 他叫我一句台语 生人怕狗 尤其村 卡布打叉 谁人没有 但是呢 今天郑文灿他就是卡布打叉 就差一步以后 保险哥我就直接把他倒回来看了 郑文灿的最大的一个人生的决者 是在2022年的6月 保险哥为什么 你看到AIT都跟他 为什么他是小英最喜欢 最新人的人 对不对 他不但是到 他不但是整个游睡法 台湾旅行法过了 第一个到美国白宫的 他想见谁就谁 而且他是可以直接跟 这个所谓的参众议员 那个全部的 一对一的见面 一对一的拍照 所以你说这叫什么东西 这个叫Next Taiwan 蔡英文以前对2012年的 下一个国家级领导人 才不要跟美国 现在的卢旋人都要去美国了 会去美国就是表示 他有想下一步 但是我说 Sandy 怕过去 他就在2021年的时候 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2021年他讲什么 他说林志坚不在桃園政治版图 保险哥记不记得 林志坚不在桃園政治版图 2021 可是隔年 2022年的6月的时候 他突然讲说 林志坚很好 他让林志坚重新 到桃園以后 满盘揭没了 一指下措满盘揭没 保险哥你看 他找了林志坚来 结果林志坚录文出问题 郑文他自己录文也出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换了郑云棚没选赢 张正恩选赢以后 他找的人没赢 他的论文又出问题 而且呢 你要知道 他的桃園市长选输之后 居然还让他继续当 行政院的副院长 代表什么 他没有选赢桃園市长 桃園市都掉了 还当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保险哥如果桃園赢的话 他可能 假如说根本就不是行政院副院长 都是院长了 所以逐渐当时蔡英文前总 多么疼爱他 真的很疼他 爱到心底去了 所以即使桃園 直辖市都掉了 还可以当行政院副院长 有人讲 蔡英文只要看到郑文蔡 就会笑出来啊 但是问题是 我说一步错步步说 他还没错完 他继续在桃園的洞 没有补起来 所以到了2022年之后 张正当了市长一年多以后 2024年 今年年初的选举 桃園居然六席 民进党全败 所以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现在倒回头来看 跟他进的市议员 还有跟他现在目前之前的案子 他才会被对付的这么 你要说他被对付 显然有事情嘛 桃園过去这几年 在郑文蔡当市长 以及民进党 跟他今天议员当 现在大家都打在打 因为赖清德 已经把那个 潘朵拉盒子都打开了 里面到底是有什么 牛鬼神的 他不管了嘛 他就都办了嘛 新竹他也办 然后到处他都办 那桃園你办完郑文蔡以后 只要有实证 他都办嘛 他刚刚以前是议员出身的 人家来请托 他一定会通电话 他现在被掌握说 他去龙潭区公所 讲说那个要当便利超商的那个违建 他有去请托 我告诉你观众朋友 这不会有事的 他只打电话讲说 这是选民有意见要承请 你们再跟他开个协调会 怎么会有事 但是 如果你有收钱 那就不行 贪污是会调理7年以上 那他今天被收手 这也是7年以上 对 当然是7年以上 对啊 这也是7年以上 所以如果他有收钱 因为检方现在没有讲 可是你有看过哪一个人 讲说 那个有违建 我当一个议员 我去跟相关的建管处 或是区公所 我跟他讲说你们开个协调会 哪一个人会被调查的 没有听过 甚至现在看起来 目前的这个缤分实入 这是大事情 所以你从这个 这个张少良 然后到郑文燦 回过头来到赖清德 他今天做这些事情 党内的人 除了觉得他可能无情之外 会怕他 所以他接下来 他做什么 他虽然只有40% 他要讲的话 没有人敢喊扣 对 没有人敢喊扣 然后今天是礼拜三 对吧 杰克 这个礼拜台 我们下礼拜再回来 我再来观众这个都不一样了 因为礼拜天的时候就大肆抵定了 中常委选举 全代会过了以后 他现在所提出来的 他希望能够在 那个实习的中常委当中 能够过办的这个希望 礼拜天答案就揭晓了 郑国会现在正在杀 陈廷飞也觉得说 我不能不当中常委 因为王帝宇也是 林俊介也是 不是 我行不要到2026 看起来陈廷飞很危险了 但是郑国会把他砍了 郑国会直接把他 开除政府会的那个派系 他就不让他里面 再来你要知道 桃园的这个地方的相关的 这些议员的党代表 他们还敢不敢投给周文燦 他所指定那三个中指委 然后殷系 殷系现在看起来这样的话 那怎么办 殷系的票都能开出来吗 大家还在等 所以呢赖清德 他自己本来新潮流的 以及要支持他的 你看他礼拜六的时候 是跑去基隆 大家都解读说他跑去基隆 要去帮那个 对不对 这个谢国梁罢没案 不是啦保洁哥 还没到那个时候 他去跟同指委同台 同指委这次也要选中指委 所以他整个所谓的民主活水 那些指的还有洪盛汉 完全听郑文燦指挥的那个系统 大家要顶上去 所以呢 等到这个过了以后 他自己还有当然中常委 以及这实际中常委 都选完之后 郑文燦继续杀到2028 党内不但没有人敢挑战他 而且还赢得年轻选票 跟中间的区域 太会速摊耶 这对他的2028 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 兄弟 这个礼拜 就看出来了 他这样一楼 杀下去后 有好够 现在各个派系 各位鬼孙 特别一个关键 你台南 诶 陈廷飞 一定贵孙 贵孙啊 六千丁已经没得杀车了 现在这条翻五金的车 他如果打冬了 他一定自己兵车 我又跟你说 六千丁 你这个总统 升旧兵 现在中央这些人 你如果要台语 就要台语交文 不用说有刀可理的 你怎么放过 人家没有刀可理 人家要自己典型 自己的政治实力 你说千里对策 好 这样不好 这样告别的会上到他自己 哦 我说的话 你不知道听有没有 我听没有 有 就是 你知道这些人是会一个 你身边的人 你贵的人 你贵的人 没几个比帝 文残 更清晰 我这样跟你说 我们说八个 所以台语 不用台语到一半 拆车 我刚才说不用打冬了 火车塞得这么快 打冬了 是会冰车 所以青天啊 我是给你按赞 不过按赞的过程 你不能有分别心 差异心 台南市 丹庭委也要求你一个 公平的初算而已 你就不能让他 你想 李空一九年 你对蔡英文总统挑战 你也想要求一个公平的初算 蔡英文也不给你 你说总统 不能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 不能用你的万军台湾 这两句话 都记到今天 我相信 不用再担当 这个李逸宣记过 这两句话丹庭委就会送给你了 总统 不能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 不能用你的万军 对付丹庭委 有些 当然假如 现在这个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 打开了以后 当然就会杀下去 绝对不可能只杀绿的 蓝白 我觉得现在等等都要匹匹刷 蓝白匹匹刷 没有想到今天掀开的就是新竹县 也没有想到新竹县长这么恶劣 刚刚讲到 你很多钱 贪污百就不可以了 可是这个是关乎人命的钱 关乎人命的钱 你也敢贪 我来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赖兴德今天来到的时候 特别点兵点将 这个一米一米那你猫 刚好点到了我们讲的杨文科 然后就说赖我们去办杨文科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 铺牌好的 对所以我跟各位讲 理论上来讲 郑文燦只有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起身炮 为什么它是一个起身炮 骑马炮 等于说我郑文燦这个东西 一打开之后 判断它盒子就打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对于检察官 可能这些案件早就已经潜浮已久 这些案件早就长很久了 但以前敢不敢干 能不能办 不能办 对嘛 因为以前办的会有很多考量 就算我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我去办国民党 人家会不会说政治破坏 人家会不会说政治斗争 会不会有些相关其他主力的地方 派系盘根错解 当然会有这些顾虑 所以你是把捆龙所打开了 对 但是他打开这个捆龙所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连郑文燦这个 新潮流龙头 这个大哥 我都敢办 而且我不只办他 我连他的旁边的香肝甘息人等 我全部不留任何情面去动他 那请问一下 你们这些检察官有谁有什么好估计的 对 所以当然国歌会讲百花齐放嘛 所以你现在看到杨文科 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我看到的是全台湾的检调 预计在未来的半年之内 绝对都会是腥风血雨 而且是遍地开花 那我就问之前是不是办过林芝庙的案件 那林芝庙案件到现在为止如何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雄完全不知道嘛 会不会后来也动起来 有可能啊 包括我们陆续续 高文安他不是 是不是在7月25号就要判决了 对 那请问一下高文安案件 后续检调会不会力道再往上去推 当然会 当然会吧 而且我们讲了 包括接下来的盐宽尔又讲 盐宽尔是我自己兄弟 我讲他的这个没意见 对不对 他是不是包括了三个案件 因为一个案件叫做助理费案 另外一个案件 卸杀国有地案 另外一个案件叫做诈领助理费 然后还有包括所谓的假买卖 未造文书案 那请问一下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会不会动见观瞻 当然会动见观瞻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东西不叫做政治力介入 而是会变成是摆脱过去所呈现的包袱 这是公事崩公办 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检察官我该起诉我就起诉 我法官该判就判 所以你如果清白 各位还记不记得那句话 清白就清白吗 如果不是清白的我绝对误亡误重 所以你说刚刚讲 难道不是潘朵拉这个打开 是你把检察官这个门锁打开了以后 大家一定拼命往前冲 谁也打不了的 因为现在盛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你蓝 不管你绿 不管你白 反正你所有不管什么样的颜色 你想办该办的东西 我都不会给你挡 对不对 我绝对让你恨行到底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大家千夫所指 有一个人就是负面教材 包袱你知道这是谁吗 谁 王俊丽 你想想看喔 全台湾这么多检察官 为什么只有王俊丽这个检察官 被刀麻烦了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第一 你过去对 第一你过去放过谁 郑文燦 两次千劫 我问你嘛 这什么对比啊 你现在这个人已经积压了 对不对 包括相关交保金额 都已经到天价了 结果你当时千劫 所以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王俊丽什么意思 再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也拿几个案件 三大案嘛 北市科 清华城 第一果菜市场嘛 我随便就信手你也来啊 对嘛这个罪证确凿 而且我们讲的 相关专案调查小组 是不是都已经查清楚了 就那我问 那你检察官到现在为止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讲 王俊丽这个家伙 会被特别盯上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赖心的不是说我要办蓝货 我要办绿货 我要办特别对象 而是说我希望你们物亡物重 反正司法整个开始一个大喜敌时代 该办什么就办什么 但偏偏你北检应该是做什么单位 天下第一检耶 你理论上来讲是作为全台湾整个检查单位的一个表真 一个表率 结果你这个表率柯文哲案件办到现在 没有一个起诉也没有不起诉也没有 就全部在那边打迷糊仗双瞎 而且你过去还前科累累 有正文参这个千捷的案例在 所以你说我跟你讲 王俊丽这个家伙一定会被动 整个检调系统要一改过去的风气 过去的风气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卓龙泰讲的 说哎哟有啦 这个案件七年人家说压案 社会难免会有这样认为 这句话是一个关键话 代表什么事情 民众普遍认为社会会压案 司法会压案 司法不公 所以我就问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能办的 包括我们说傅宽奇 包括你说柯文哲 包括民进党 包括我们讲台南的 全部人一股 全部都放起来 放起来 用核的 全部都抓起来 还有人会质疑司法不公吗 不会 他会从政大家对于司法的信任 也会从政赖清德 民调上的支持度跟埋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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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